星剑石的发射啊 是重建信心的发射 大家好 欢迎回到宋舍西宇 那么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胜利的必然性 很多人一提到埃罗马斯克啊 就会想到一种 一种感觉吧 就是 似乎永远不会真正的失败 比如说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都没关系 多试几次总能成功 跟当年的这个零九一样 是吧 开始呢 是屡次爆炸 在最终呢 就成了这个火箭发射史上的 这个常态化操作 那比如说星链计划也是 外界呢 也是质疑了很多年 现在呢 是应该说 改写了我们的天空啊 但是这个 宇宙啊 不是商学院的课堂啊 物理定律啊 也不会因为某个人是天选之子 还一面 不是说你孩子多你就能 啊 旁天的道路啊 是充满了坎坷的 所以啊 今天呢 星链会迎来第十次发射 所谓的 IFT10啊 IFT就是 Integrate Flight Test啊 这个关键节点 所以我们 就要问这么个问题 经历了连续的挫折 这一次 星链它能不能 重新找到信心 找会原来的这个节奏呢 说到这次发射啊 我们先更新一个比较新的情况 现在马上快要发射了 我录视频的时候是四点多啊 FT10啊 就在今天啊 就8月24号这个发射 发射窗口呢 是美国中部时间下午六点半 也就是我这边的大概 五点多吧 应该是快了啊 但现在还没有到发射时间 我们都在等这个最后消息 目前来看呢 天气情况呢 不是太理想 说只有45%的这个摄移度 所以能不能准时飞 还得看老天爷的这个脸色 如果不行的话呢 SpaceX未来几天啊 也有备份的日期啊 这次发射 其实也是一波三折 原来计划是6月29号飞吧 当时准备执行的这个任务是 船是ship36是吧 那这个这个船呢 在地面侧时候炸了 又炸了 那个ship36啊 不是一个普通的原型机啊 而是应该说寄托了 很多期待的兴建 所以它的损失呢 就让人再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兴建系统的可靠性 仍然存在根本性问题 所以SpaceX呢 就换上了备用的 ship37和 Super Heavy Booster 16的这么个组合 那么现在呢 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啊 像是ship37的单引擎 和6引擎的静态 给这个点火啊 还有猪堆器啊 就是B16的37发能机 同时点火 都比较顺利啊 算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玩 对这次任务的目标呢 也做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调整 就不再盲目的追求 像筷子捕获呀 这种高难度操作 而是回到基础 去核实几个关键的环节啊 我们现在背景啊 是之前F6和F7的这个画面啊 对猪堆器来说呢 他这次啊 就不玩这个筷子捕获了啊 就是在墨西哥湾 来一次受控的软着陆啊 就是在水面上啊 姿态平稳的就是渐落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在着陆的时候啊 会故意关掉一台中心发动机 测试的时候呢 只有备用发动机和最少的推力来着陆 看看在这个有引擎故障的情况下呢 助推器还能不能稳住啊 就是为未来的这种安全啊 做容易准备 另外对于这个Ship37来说呀 他的任务更复杂了 首先呢他会带上八个啊 星链卫星的这个模拟器 就是假的 在太空里边呢 用一个像这个PEC糖果盒那样的装置呢 把他们部署出去 检验兴建啊 它作为太空货车的这种基本功能啊 你先当先拉货嘛 再拉人 说货你都不可靠 那你拉人就更不行了 是吧 然后他最关键的一步呢 就是要在太空中尝试呢 重新启动一台蒙西发动机 这个是呢 不仅是为了验证他的这个载轨的 这个点火能力啊 啊 更是就是说 啊 为未来更加复杂的这种 太空任务的 呃 这种这种做一个准备吧 最后呢 会在印度洋上空的进行 有受控的啊 也是和火箭一样 受控的载入和建落 全面测试他的这个格尔瓦系统 所以说呢 IFT10 他的关键词就是保守 哎 重建信心 就像我们这个标题的说的这一样 那如果他能顺利完成任务 是吧 呃 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这种突破 我觉得也是一个 风光的飞行啊 很多时候啊 放了大烟花 也不一定 就是失败啊 你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理解这个 IFT10的这个意义啊 必须回头看看 之前的这些大烟花是怎么放的 IFT8吧 在飞行途中啊 因为中央的猛进发动机的硬件故障 解体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担忧的 那不是在起飞中出了问题 而是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就崩了 这就是说 兴建的心脏部件 还是不够可靠 F9呢 看起来就上一次啊 比较成功的 HIP305达到了预定速度 但是姿态控制是失败的啊 推进器这个 他的系统也也泄露了 所以最终任务目标大部分是没有完成的啊 所以虽然同样是放了烟花 他的日上午没有完成 那更糟糕的是呢 就是猪推器B14啊 也在回溯过程中炸了啊 所以SpaceX 第一次尝试重复使用猪推器啊 结果呢 是惨败啊 那么连续三次的这个失败啊 几乎都集中在了上面的兴建啊 而猪推器的表现还是相对稳定的啊 不管是快的夹不夹 就说明问题的焦点呢 已经非常明确了 就是兴建的上级可靠性 仍然啊 是整个系统的端板 也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这三次教训吧 所以SpaceX在在Ship37上呢 特别加固了燃料箱的加压系统啊 希望能够避免冲倒覆辙 所以过去两年啊 兴建的故事应该说是跌宕起伏啊 我们从IFT1啊 那种壮观的彻底失败 嘿嘿 一个大眼花开始 到IFT4首次海上的软着陆 哎 带造IFT5划时代的这个筷子补货 哎 那时候啊 确实是马斯克的这个迷也好 饭圈也好 就是航天迷啊 达到了疯狂 而到了IFT7呢 大家普遍觉得 新建的似乎已经进入稳定期了 哎 技术成熟的只是时间问题 紧接着就是八喝酒 给所有人泼了一泼冷水吧 这就是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 就是SpaceX啊 马斯克他主张的这个快速迭代模式 在早期是有效的 但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之后啊 就会记录一下越来越多的这个技术的这种债务 所以新的版本 你可能更强大 但是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现在摆在SpaceX面前的呢 不是能不能实现某个功能 而是能不能呢 可靠的实现 所以航天界有一个著名的数字 就NASA要求载航天系统的失效概率啊 不超过270分之一 那你对比一下 目前这个星舰是44%的这个成功率 那还是天然之别的 所以SpaceX啊 它不是孤军奋战啊 NASA的SLS啊 这个已经成功的完成了近期的任务 那么蓝色起源的这个新格伦也在推进 中国呢 也有长征九号 同样在紧追不舍 所以这个越来 就是竞争的这种压力啊 就意味着SpaceX呢 你不能总靠 仅有一天啊 总有一天我会成功啊 这样来拖延 你成功了 别人早就成功了 那么晚了嘛 所以啊 我们再看看SpaceX曾经立下的目标啊 就是2025年要25次发射 我们考虑到的连续的失败和调查周期啊 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挫折可能会直接影响RT迷斯计划啊 NASA呢把星舰啊 也是作为人类登月的这个着陆系统啊 其中的一项啊 所以这个不仅要求你技术突破 还要求近乎苛刻的这种可靠性 你要带人的 所以还有他们要玩的这个花活吧 就是载轨加注 两台星舰在太空中合体啊 就是空中加油啊 所以多艘星舰在轨道上对接传输燃料的这个 如果一台星舰就不可靠 那你这个流程就是空中楼阁了 所以当前啊 连续的几次失败啊 不仅仅是爆炸问题了 直接关系到星舰能不能啊 担负起人类登月任务的这么一个根本的 所以这次飞行就IFT10的意义啊 不仅仅是一次是普通是非了 而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 如果这次失败了 再次失败了 特别是出现和之前类似的这个失败 那么外界的信心会受到严重打击 相反啊 如果他能够平稳的完成目标 也就可以兴建重新的积蓄了动力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的成功 就是从短期来看啊 完成既定目标不爆炸 那就是胜利 中期来看呢 如果能建立连续的可靠性 让外界看到真正的这个稳定 用长期来说啊 就是要满足载人标准啊 以及连续的稳定的成为啊 就是人类太空的这么一个工具 马斯克的风格过去啊 就是快速迭代啊 测试到失败 这在早期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刚才说过 现在任务越来越复杂 这种方法也到了极限了 所以SpaceX啊 他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工程上突破 更是文化和体系上的转变 那么现在回到原来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FT10他会不会成功呢 我感觉啊 是成功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但也只是一个开始啊 真正的胜利呢 不在于单次他的这个耀眼的成绩 而在于长期的这种可预测性 可重复性的安全可靠 零九啊 给SpaceX的Starship啊 打了个码 如果没有零九过去的连续的失败 到极致的成功啊 百分之百的上百次的发热都成功 那么Starship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现在呢零九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啊 就给FT10造了更大的难度 如果你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失败之后 你带本来连续的成功 那大家对他呢 那还会这个比较失望的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人类的这个探索宇宙的这种梦想啊 是依然存在 但是这个路啊 注定充满了经济啊 我们还是要敬佩SpaceX的勇气 也要对航天的这个复杂性保持敬畏 如果又放了大烟花啊 那也不能表明就是没有未来了 是吧 好吧 这就是今天的聊天 谢谢大家收看啊 马上这个直播就要开始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